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讲到华西生物的话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标签 那么作为一家拥有20年历史的公司 我们是怎么去实践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命题 我认为是坚持长期主义 坚持持续投入 用工匠的精神去做产品 大家好 我是EcoTalks讲者李亦珍 也是华西生物的董秘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 华西生物与碳中和 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系 我会通过华西生物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来说明我们的主题 我们中国要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绿色制造是根本 合成生物技术将是底层支撑 过去 中国我们要获取生物物质 大概有四种方法 分别是植物提取 动物养殖 化学合成 和细胞工厂 那么我们前面的三种方法 第一将消耗大量的能源 比如 例如传统的 动植物提取 化学合成等 同时将产生大量的资源的消耗 同时 碳排放量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通过 细胞工厂 合成生物的方式 将节省大量的能源 并且降低对环境的这种污染 第二 细胞工厂 不用去消耗农作物 细胞工厂 可以以我们的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等等 作为原料 去实现生物和生物 活性物的合成 所以细胞工厂 可以替代化石能源 实现环境中 无机能源的再生利用 所以中国要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认为 合成生物是底层的技术支撑 华系生物已经搭建 完整个合成生物的研发平台 我们认为 生物起源于单细胞 解决人类生命健康的 所有问题 还是要回归到 细胞的层面 原理上面 细胞工厂 可以合成万物 真正利用 合成生物实现 造物质用 用细胞工厂 合成的生命体 来制造我们想要得到的 各种各样的 生物活性物质 例如 在我们的医药领域 硫酸软骨素和干素 过去都是从 动植物的组织中去提取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 合成生物的方式 去提取的话 生产的效率 将得到指数级的提升 那目前 华系生物 已经承担了一系列的 国家技术中心 和重大的技术专项 我们联合江南大学 山东大学等 针对硫酸软骨素 干素 磁码分 NMN等物质 展开的研究 在这个领域 我们正在获得 重大的技术突破 并且 华新生物构建了 全球最大的 生物活性物领域的 30条中式转化的生产线 我们不单获得 0到1的突破 在生物活性物的领域 我们也将获得 全球最大的一个 中式放大的能力 10到100的 这样的一个突破 如果讲到华新生物的话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标签 因为我作为董密 经常在资本市场 跟大家谈到 华新生物是一家 化妆品公司 还是一家 医美公司 还是一家 玻尿酸公司 那么华新生物 到底是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那么作为一家 拥有20年历史的公司 我们是怎么去实践 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一个命题 我将通过 华新生物的 过去 现在与未来 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华新生物的过去 我得到了 三点重要的启示 过去的十年 我们的营业收入的 复合增速是在29% 我们的净利润的 复合增速是在25% 也就是说 华新生物实现了 持续的 稳健的 健康的 企业的成长 那么我们靠的是什么 启示一 我认为坚持长期主义 坚持持续投入 用工匠的精神 去做产品 第二是 华新生物的核心技术 和产品迭代 全靠自主研发 截止到 今年的三级报 华新生物 申报了超过500项的专利 我们在 玻尿酸领域的技术 处于全球的领先水平 第三 通过胶帘 煤切 包裹 协同 装饰等技术 仅仅一个玻尿酸 这样很小的生物活性物 我们就拥有超过200个SKU 第四 我们的全部生产车间 均符合GMP的制药标准 我们是用 做医药产品的能力 和技术体系 去做消费品 所以我们讲 在技术上 我们是高维 高举高达 第二点的重要启示 华新生物在不断地进行 升级和迭代 突破自我成长的天花板 首先在物质领域 最早 华新生物是一家 玻尿酸公司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一家 拥有超过 十余种生物活性物的 生物科技公司 第二是 技术路线的迭代 最早 我们在玻尿酸领域 最核心的技术 来源于我们的发酵技术 但随着20年时间 不断地积累 我们拥有 煤切 胶帘技术 直到 最近这几年 合成生物平台的搭建 我们已经由一个 发酵技术 迭代到了 这个 合成生物的 这个技术 第三 是在业务迭代的领域 我们最早 我们可能认为 华新生物是一家 原料公司 直到 从今年的二月份 我们成立研究院 包括上个月 我们成立的 中式转化平台 完成了 从自我培育能力 到逆向全行业 全产业链 租出的过程 启示三 就是企业家和管理层 不断地改革 其实公司的发展 永远不是一条 笔直的曲线 它永远是 曲折向上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伴随的就是 企业家和管理层 这种 不服输的精神 永远地折腾 和改革的这种 心力和愿力 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 是说 叫势在人前 不是说 人跟着钱跑 而是钱跟着人跑 所以公司是一个 使命愿景 价值观驱动 不断地改革 不断地 折腾的这样一个文化 那么经过 二十年的发展 今天的滑稽生物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从四个角度 给大家分享 为滑稽生物的核心能力 来自于 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和我们持续不断地 经营盈利能力 这两个方面 可以具化为 我们的三个优势 首先 公司拥有六大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平台 拥有38个 以科学家命名的 个人研发的工作室 那么 第二 是我们的中式 和产业转化的能力 滑稽生物拥有超过30条 中式转化的生产线 并且我们规划了 64条的 中式转化生产线 我们利用中式转化的生产线 和今年成立的研究院 赋能整个行业的上下游 第三 是我们的市场转化的能力 在生命健康领域 我们在护肤品 食品 这样几个万亿级的市场 拥有大量的产品 其实截止到今天 公司拥有超过670个SKU 第二 就是 从公司的商业模式看 我们 华西生物是非常特殊的 全产业链的平台公司 其实从全世界范围里来看 我们都很难找到一家 在整个产业链里面 都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公司 那么 华西生物打造了一个 从原料 到医疗终端 到功能性护肤品 到功能性食品 我们叫做 四轮驱动的业务模式 我们的这个 覆盖了生物活性物的 从最底层到最下游的 全产业链 我们非常注重底层创新 注重在原料层面 进行大量的基础研发 也正是因为 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 让我们没有错过 我们在生物活性物 这条产业链的 每一次重大的机会 让我们在每一次行业的 重大便科面前 保持领先 其实 华西生物进入到 化妆品的领域 只有三年的时间 但我们在过去的三年 获得了功能性护肤品的 爆炸增长 这也是跟我们的 全产业链平台 业务模式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任何一项 研发的创新 可以同时在 四个业务上获得应用 同时 因为我们拥有 下游的广阔的市场 也能够很好的 指导我们的研发 另外一个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 正是因为 我们的全产业的平台模式 我们的下游产品 具备了完整的竞争力 第三是从战略的角度 我们是从十年维度 去规划我们的战略 第一是我们真正的践行和坚持长期主义 第二是在战略的核心命题方面 我们从来都是宝盒式的火力攻击 那么第三 我们的战略的规划非常的系统 我们的生命树 生物活性物为代表的原料 是我们华锡的底层 我们的能力体系的建设 是包括我们的制造和产业转化 中式转化的能力 以及我们的市场转化的能力 这个树干的部分是能力体系的建设 核心能力的沉淀 那么树枝树叶的部分 是我们的应用领域 是我们生物活性物的不同的应用领域 我们的医药及化妆品 我们的食品 医药的产品代表着是我们的高度 化妆品和食品代表的是我们的广度 原料业务代表的是我们的深度 中式转化能力和市场转化能力 代表的是我们的能力体系的建设 我们现在目前拥有超过537位研发人员 拥有正在进行中的研发项目超过212个 其实截止到今年2021年 我们大概入职了30多个生物医药学的博士 我也会经常去跟资本市场的人 讨论这个华西生物的商业模式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 我们处在的最好的一个赛道 就是消费医疗 消费医疗指的是兼具医药的高壁垒 以及消费的弹性和市场的规模 我们整个华西的业务模式 可以概括为底层的高壁垒 我们花了大量的投入 去巩固和筑高我们的壁垒 在市场规模方面 我们通过生物活性物 通过大量的产品创新 不断地延伸我们产品的应用领域 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市场空间 在业务策略方面 我们执行的是大单品的策略 爆品为王 我们希望打造有影响力的大单品 能够与消费者产生广泛连接的大单品 组织层面 我们希望我们的组织是支撑非常强的 一个平台化的组织 我用四点来总结华西生物的现在 那么我们华西生物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第一 对标全球的龙头 我们认为华西生物拥有一个 极其广阔的未来 我甚至可以开玩笑地讲 华西生物是一家没有天花板的企业 在底层研发的角度 我们其实类似于3M公司 就是拥有大量的底层研发的能力 我们在材料端拥有大量的原创的创新 从医美和医药的角度 我们在全球的对标像爱尔建 爱尔建是全球最大的医美公司 那么爱尔建在全球 医美领域拥有一千个亿人民币的收入 而华西生物2020年年报为例 我们2020年医美的收入大概在五个亿左右 其实大家经常讲到 这个国产替代 国货崛起 全球60%的医药级的玻尿酸原料 是由华西生物提供 但华西生物在玻尿酸的真剂 也就是说玻尿酸的下游市场 我们仅仅占了中国大概5% 5到6的市场份额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不匹配的一个市场地位 所以我认为在医美领域 未来一定会发生国产替代 未来一定会发生国货崛起 那么在功能性护肤领域 我们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公司欧莱雅 2020年全球收入超过2000个亿 那么华西生物代 去年护肤品的收入大概在13个亿 我们跟欧莱雅的差距是巨大的 另外 我们以日本和韩国的案例去看 日本最优秀的化妆品企业是自身糖 韩国最优秀的化妆品企业艾莫莉 他们基本上都占到了 本国的10%到20%的市场份额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大概4000个亿的化妆品的市场规模 从这4000个亿的 如果我们去这么类比的话 中国最优秀的国产品牌 应该要占到中国化妆品市场的 10%到20%的市场份额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么我们中国最头部的化妆品品牌 可能在400亿的一个收入规模 那我们过去只有13个亿的销售规模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的功能因服务品的市场空间 也是巨大的 那功能因食品 我们类比日本的翻口 也同样有巨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我们认为我们在每个板块的成长空间 都是巨大的 我们是一家没有天花板的公司 那未来 生物学领域的最大的一次革命 下一个引领未来的 生命健康领域的技术 就是我们的合成生物的技术 原则上全球60%的生物产品 我们都可以采用生物合成的方式去生产 我们在今年的4月5月7月 以山东大学建立了 合成生物的联合创新中心 我们以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研究所 建立了国家级的合成生物创新中心 已经可以生产出来 贝打胡萝卜素 燕窝酸等等生物活性物质 最后站在一个懂命的角度 我认为我看到的华西是一家 战略图景波澜壮阔 组织变革在深入推进 业务前景激怒人心 迭代速度一日千里的公司 我们在努力从优秀到卓越 从卓越到伟大 当然我们的宗旨是 为了人类的健康美丽快乐而奋斗 好 谢谢大家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